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欢恩之光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这位呢 她是一位时尚达人 是一位媒体人 同时她还帮助许多女性成功创业 欢迎Grace Zhang 你好Kali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洛杉矶向你们问好 我是Grace Grace刚刚我们也提到 你有三重身份 可以说是一个媒体人 是一个时尚达人 同时呢 还是一个女性创业者 那作为媒体人的经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OK是这样的 我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的公司呢 是参与投资和制作了一部大型的纪录片 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片子获得了中国艺术最高奖项 星光奖大奖 那是我是作为制片人之一 所以非常荣幸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些前辈们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创业 所以你当时是作为一个制片人的身份 对对对 后来有继续从事这个制片人的这个工作吗 后来就是参与到一些影视啊 包括广告的一些投资 对 刚刚我也就说提到说你还是一个时尚达人 听说你有给很多这个好莱坞的一些名人 还有包括伊朗公主 那个私人定制一些这样的一个造型 其实是关于礼服方面了 礼服 对因为我当时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片子获奖之后 我也被邀请到美国参加电影节 对在这边呢遇到了伊朗公主 然后遇到了好莱坞的明星Jan Gadison 包括一些非常友善的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就说Grace 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衣服穿 有人说Grace 你的衣服在哪里去定制的 可不可以去介绍给我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在帮他们的忙 后来别人就说Grace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做成你的一份事业 那我后来就通过伊朗公主的一些引荐和介绍 我们去收取了很多的member会员 所以就是在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新的member进来 虽然人不多 但是呢都每一年都会 有新增一些客户 对每年都会有一些客户进来 就我们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礼服 他们参与各种的活动 包括伊朗公主也会去参加 这个欧洲的电影节呀 欧洲皇室的晚宴 所以这样子的 一个是为他们节省了一些开支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也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你去帮他们去设计这样的一个造型 就证明你很有这个时尚的眼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尚方面的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天赋吧 因为从小的时候其实自己就挺爱美的 经常会自己去偷偷攒钱去买衣服啊 包括是自己会去把小朋友去打扮的 好像花枝招展的样子 觉得很开心 或者是从小玩过家家的时候呢 都会玩这种王子公主的游戏 可能我觉得这是一种上帝赐予我的一种天赋 对美的这种理解和概念可能是从他而来 对 另外我还听说你以前有做过时尚方面的这个工作 对不对 对对 当时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自己在北京开了第一家的一家买手店 后来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些眼光 包括还有就是一些敏感度 那我们会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甚至我们就在北京CBD区 然后开到了五家 CBD开到了五家这个买手店 对对 好像听说这个CBD的这个租金并不便宜啊 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还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传统行业还没有受到冲击 所以还蛮不错的 对 后来呢 后来这个买手店是没有再经营下去 后来是有的房东他可能会去改变这个契约 有的是好朋友他有参与合作 2008年过后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 有期到了12年 其实网络的这个 冲击很大 对网络冲击很大 所以我是在那个之前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 就是我又有一个新的转型 当时在做这个买手店的时候做的很成功 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挫折 有啦 当然有啦 比如说自己管理经验不足的时候 传统行业嘛 你就会经常这个流水会很多 虽然流水很多 但是你的所有的利润并不是那么客观 大部分的钱其实后来就发现都交到房租上去 或者是你会有很多的库存 那我不是学管理的 我也不是学服装管理的 我只是有一个这样的敏锐的一个眼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虽然可以去挑选很好的款式 但是我自己经营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 对 所以说当时这个在结束这个买手店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经营之后 来了美国 结束了大概有两三年之后 两三年之后 对 我听说你好像在来美国之前 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碰到一个很大的挫折是吗 对 在那个时候医生宣布我没有工作能力了 所以我那几年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有做义工 经常去看医生 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 三个月就没有办法起床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只有每天祷告 每天去想我未来怎么办 所以那段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吧 对 大概持续了多久 大概持续了有八个月 八个月 对 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吧 可以透露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吗 当时是医生宣布的就是抑郁症 焦虑症 抑郁症 焦虑症 对 其实有很多人 我想尤其是在中国 很多人对抑郁症或者焦虑症 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可能就会被耽误了 对对对 尤其我在当时也是有的是很好的时候会不想起床 抑郁症 那天 有的时候会心情非常的荡到谷底 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旁边的人呢,就是他可能是想要鼓励你,但是他方法不对,他可能会说,Grace,你不要这么的想不开啊,你的生活很好啊,你爸爸妈妈很爱你啊,或者是你很漂亮啊,你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其实抑郁症它是一种生理的疾病,它并不是说你心里想不开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还是觉得后来我走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太多的人对抑郁症焦虑症是一个没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很多人他们也耽误了去治疗,是需要看医生的。 对,我相信现在在,尤其是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压力很大,那很多年轻人出来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光鲜亮丽,然后积极乐观,但是可能回到家以后心情会非常低落的,这样的状况非常有。 是,有一些人他表面上开起来非常开心,比如说跟朋友聚的时候都没有关系,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很可能他就会发呆,或者是他不想起床,甚至很简单的一个刷牙洗脸,洗澡,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也许是不愿意出去见人,或者是尤其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有压力。 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有两周持续以上的话呢,就真的是需要去看医生,因为医生是可以快速的给到你最正确的,最正确的一个引导和治疗。 还是需要去从心理医生,包括这个药物的就是服用,都会很快的去解决。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就是说像您说到的这些问题或症状的这些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多留意一下他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早日的这个恢复健康。 是是,其实如果您身边有一些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朋友呢,我觉得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不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做,你只需要跟他讲说,没关系,我理解你,我会陪伴你,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其实就是给他最大的支持,还有就是一直要带他去看医生。 那Grace,你当时经过八个月跟这个抑郁症的斗争之后走出来,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去鼓励你吗? 对,我当时非常感恩,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得抑郁症,尤其是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环境,还是说周围朋友的环境,包括在美国有的时候过于的安静,让我觉得有一种恐慌。 那那个时候有教会的很多的姐妹,他们就会无条件的来帮助我,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就像是天使在身边一样,到现在大家还回忆起那个时候,都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说他们通过这些很积极的这个能量来帮助你,走出了这个抑郁症。 对。 你刚刚提到说,你刚刚有就说很多这个,顺便有很多这个姐妹,那你也带领很多这个女性在走向这个创业之路,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到我现在一直都在创业,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从小呢就是都是住学校啊,包括自己想做什么,从来都是按着自己内心的想法一直在往前走。 明明之中好像有一股力量一直在去推我前行,那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和美国,无论从经济上,包括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我们家产万贯,到了这边她很多的美金的汇率,也是要乘以七倍的去走,对不对?那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真的会有一种恐慌感。 对对对,尤其是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都愿意去找我聊天,她会告诉我她内心现在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和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也会去跟她们出出主意,或者是陪伴。 因为曾经我也是这样子被陪伴过来的,所以我对她们有一个很深的同理心,对感同身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真正的在美国创业,因为我在想说包括语言观啊,包括自己很多这种刚刚来的不适应啊,那我也没有去怎样,我还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去向上帝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她经常去关心我,那包括呢,我们之前的宋曹丽璇夫人,她是蒋介石和宋庆龄的直席,她还有在洛杉矶的姐姐,伊丽姐姐,她们会经常关心我,包括Macy姐姐。 关心我的时候呢,她们会去,当时给我推荐了一款非常棒的产品,让我服用。 那她们给我推荐这个产品之后,是希望我能够更健康,更快乐,更阳光起来。 我相信她们,所以我自己就去服用。 可是后来呢,我在把我的见证拖到网上的时候,有人就问我怎么样去购买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那因为之前呢,宋曹丽璇夫人,她是一直在去捐助很多的白血病的孩子,包括一些得这个绝症的人。 她一直都在默默无私的帮助。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了那位弟兄,我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她说,你可不可以捐给我一些。 所以我就把我的两个东西,还有国内的一个姐妹,也把她的两个东西一起送给了那位弟兄。 就这样子,就是冥冥之中的,没有去任何征兆的,就成了一个商机,成了一个生意。 后来我才去研究,哦,原来它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创业模式,我才开始去了解。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你服用的这个产品,您在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就是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改善是非常大的。 一般的情况下,在一天别人工作八小时,完之后呢,还是很轻松。 可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工作三小时,我就需要睡觉。 因为我之前的脑力劳动,包括我的体力劳动,包括身体的虚弱,都还是存在的。 后来我自己经过这种全套的细胞优化的调养,整个的人都会不一样。 Grace,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模式,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好奇。 其实这样的模式很简单,就是在分享当中,你就会赚取到钱。 大家都听过有一个词叫做分享经济。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作为你只需要每个月使用你自己该用的东西,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取到一份不小的收入。 Grace,你接触这个产品大概是多长时间? 大概是不到三年时间。 不到三年时间,但是我听说您这个去年这个收入是很可观的。 对,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大概是将近十万美金。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几十万,几十万美金,就翻了几倍。 对。 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因为非常的好,所以才会就是说发展的这么快。 对,因为一个事业无论怎么样,不管它的模式再好,那产品一定是核心。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体验了之后才可以去分享给身边的人。 Grace,你之前还做过这个主持人吗? 对吧,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经历。 其实是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生命的低谷。 我的朋友呢,他就把我介绍到这个远东电台去做福音主持人,福音主播。 那我在那边一直服侍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后来呢,也就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大型的别人到好莱坞的一些华人的活动, 也都是由我来去主持,包括一些华人的春晚都参与过。 那我自己后来才知道奥语。 原来我的天赋当中还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事情,对。 你有这么多的角色,既是这个时尚达人,时尚设计师,又是媒体人, 然后呢,又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位就是说主持人, 那这么多的角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你自己更喜欢自己的哪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这种跨界的感觉其实就是用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去调换你不同的角色。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价值观一定都是一致的。 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 不要去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框当中, 你可以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而且没有先后顺序。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实现的。 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以后在我财富完全自由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做慈善,做公益,当老师。 这个是我最大的梦想。 Chris,那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跟这么多的姐妹,跟这么多的女性一起创业过程当中, 还有没有一些特别想实现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平台当中,平台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把它就是价值最大的利用化。 那我想去通过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去帮助很多单亲妈妈, 帮助很多女性创业,实现她们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说我们要赚多少钱, 或者我们拥有多少的健康,或者是有多少的房子,车子。 这些其实是都可以实现的。 真正的梦想就是你让这个人他站到对的位置当中, 去让他的价值感去通过这样的平台去释放出来, 祝福到更多的人。 那为什么是特别特定的是在这个帮助单亲妈妈这个群体呢?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非常理解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她非常的不容易。 我也能够理解就是有很多时候其实一段婚姻的结束并不是说一个人的错。 那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对方去从这种自我受害者的角色当中出来, 你帮助他们去重新燃起他们内心的一些梦想, 让他们能够去重新的绽放去影响更多的人。 这样来说其实也能够去帮助他的孩子影响下一代, 有一个非常好的价值观。 Grace,你平时除了工作之外,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个人爱好呢? 有啊,我在家里面会去学插花, 然后会喜欢唱歌,健身,养狗狗。 所以说你现在这份职业非常好, 可以给你很多这个自由的空间去安排, 适配自己的生活。 对。 Grace,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好, 那他的这个模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模式呢? 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其实很多人他会把这样的跨境电商理解为传销或者是直销, 但其实他不是的,他是一个交互式的网购, 其实只需要自己服用产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从中赚取到利润, 就是不需要完成任务,也不需要去卖货品。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无形的帮助人在花钱当中创业, 在自己使用这个非常棒的产品当中呢, 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实现梦想。 嗯,那我听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卖产品啊, 都是有很多的囤货嘛, 你需要自己去购买一些, 然后再卖给别人, 那你所说的这种产品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是说囤货的这个反导是吗? 对,没有,只需要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就可以, 每个月我们自己有一个简单的消费, 他也不需要每个月去购买, 一年只购买一次就可以, 对,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收入级别, 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一种水准, 都可以去只消费你自己所需要用的就OK了。 嗯,现在你身边的朋友, 很多家人或朋友是不是也都在用这个产品? 对,对,因为我要深度的去学习, 嗯,一直在创业嘛, 那我们当然要跟着趋势去走, 对不对,嗯, 十年前大家可能是买房赚到钱, 那像现在这种社会当中,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跟着这种跨境电商, 分享经济去走, 嗯,才会像十年前买房, 这样子可能会我们会有第二波的财富波又会到来, 很多人也会赚取到第一桶金吧, 嗯,嗯, 好,感谢Grace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觉得很多女性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肯定也会数以非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人之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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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